印度海军的第六艘神盾回舰近期成功下水 并且该舰在性能上也超越了我国海军的05C回舰 来看详细情况如何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迷彩户或是虎妞 在开启了国防自主的计划后 虽然印度距离实现全面国产 还有着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 印度海军在现代化的进程上明显提速 印度海军已经从一个地区海军 逐渐地走向了全球海军 当前的印度已经拥有了两艘航母 成为全球少有的双航母战斗打击群国家 既然有了航母 那么作为航母的配套舰艇就必不可少 因此印度现在急需一大批现代化的驱护舰 来充当航母编队的作战舰艇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印度海军在这几年和我国一样 也开启了下饺子模式 在近期 印度第六艘P-17A型护卫舰 更是成功下水 P-17A型护卫舰 是印度最新研发的隐身护卫舰 是P-17 史瓦里克级护卫舰的升级改造版 在上世纪的90年代 印度海军为了退休 替换掉原本老旧的六艘尼尔吉里级护卫舰 采取了两种方法 一种是从俄罗斯直接购买三艘塔尔瓦级护卫舰 另一种是在俄罗斯这款军舰的金属上 进行改进打造新一代的大型护卫舰 该计划也被称之为Project-17造舰计划 也就是后来的P-17型史瓦里克级护卫舰 史瓦里克级护卫舰原本印度打算建造12艘 但由于印度慢工出细活的传统特色 导致该舰的建造进度严重拖慢 首舰2000年就开始切割了 但直到2010年才服役 因此这款军舰印度只建造了三艘 而由于该舰的制造时间太过缓慢 印度海军在首舰服役的前一年 提出了对这款军舰进行改进的要求 并在该舰首舰服役的同年开始设计 也就是P-17A型尼尔吉里级护卫舰 和前身相比 经过升级的P-17A型尼尔吉里级护卫舰 具备更强的隐身能力 并且新学了前身的教训 该舰采用了模块化建造 使得建造周期被大幅缩短 而在电子设备和武器系统上 也能够和P-15B型 维莎卡帕特南极驱逐舰一致 具备很强的探测能力和打击能力 从目前公开的资料显示 该舰排水量可达6670吨 最高航速28节 航程5500海力 从这点上来看 印度的这款驱逐舰比我国的主力战舰05C还要强 我国05C护卫舰的排水也就4200吨左右 最高航速27节 航程400海力 并且该舰还是全球少有的 拥有四面相控制雷达的护卫舰 配备的ELM2248MFSTAR 固态主动相控制雷达 在配合布兰姆斯超音速巡航导弹的情况下 在区域防空和远程反舰能力上 也超越了我国的05C护卫舰 性能极为优秀 不过考虑到该舰吨位和造架的话 那么我国的05C护卫舰输的可就一点也不远 由于该舰高达6700吨的排水量 导致它都和我国的05R地区逐渐相同了 因此在价格上也同样的水涨船高 一艘P17A型尼尔吉里吉护卫舰的造价高达10亿美元 而在这个价格上 我国都能已经能够建造一艘05万吨大驱了 所以说这款军舰完全就是课金战术下的产物 和追求价格便宜 大批量生产的05C不同 该舰仅能满足两艘航母的需求 对于印度想要依靠这款军舰 就称霸印度洋的想法 显然并不能满足 并且该舰虽说是印度国产 但除了印在船壳以及布拉穆斯导弹算是印度的之外 其他的如雷达系统 动力系统 防空导弹等核心设备 都是从国外采购的 并不能说是一艘纯国产军舰 也正因为如此 才导致这款军舰的价格高昂 在同等价位下 性能远不如我国军舰 而该舰的下水依旧是充满了印度特色 能不装设备就基本不装 从发布的照片来看 这艘护卫舰显然没有安装尾杆以及主舰炮等关键部分 当然这也有可能是采购的设备并没有到货 或许要等到正式服役了才能安装 但无论怎么说 印度海军在短短几年内就能建造这么多艘神盾机去护舰 虽说对比我国海军的发展显得还有很大差距 可放眼全球海军的发展上都能称得上是快的 因此面对印度取得的这一成绩 我国也不能够掉以轻心